來看到是國內首度查獲了越南走絲 火腿豬肉圓等等的熟食 送眼之後竟然驗出了非洲豬瘟 警方逮捕了越南籍的鄧姓女負責人 還有她的女兒 這兩人移送新北地檢署進的偵辦 鄧姓女子十七年前結婚 從越南移民來臺灣生活 今年三月被越南的公司 聘為臺灣集貨地的負責員 負責配發越南進口貨物 她聲稱自己只負責配發 並不知道貨品內容物是什麼 女兒也表示只是受僱發送貨品 不過檢方認定這兩人 涉及走私管制物品犯行重大 有逃亡之虞 因此向法院深壓警戒 農委會二十二號傍晚 緊急召開記者會 因為國內首次查獲非洲豬瘟 陽性病毒的肉製品 傳染力高達百分之百 到底從哪裡來 他就是透過所謂的空運的一個貨運 這樣的方式進來 他不是第一批 不是首批 之前可能會有更多的這個部分進來呢 那我們會全部的去把它扣留 滿地的香腸火腿圈 全都是一名越南籍鄧姓嫌疑人 帶進來 八月十九號晚間八點被查獲 地點就在新莊一處民宅 豬肉 雞肉 牛肉製品 加上植物產品夾種起來超過七十億公斤 通通都被銷毀 嫌疑人也在二十二號晚間被移送到新北地檢署偵辦 緊接著刑事局將針對走私貨品逐一清查下游 全面阻絕可依肉品流進市面 所有可能的這些的弱製品擴押全部要去銷毀 不能讓它流到我們的去目 有在賣越南食品的這些的商家店面 所賣的豬肉製品絕對是要國產的 不僅啟動查器全台二十二個縣市從二十三號起 將被要求加強處於爭主的查核 謹慎再謹慎就是因為這回透過民眾檢舉才查獲 也讓外界擔憂難道X光機查不出來嗎 在X光的畫面裡面各位也知道一天大概有二十萬劑 在三秒之中之內你要去判斷它裡面有沒有 假產這個非洲豬瘟的產品 所顯示的可能會有一些模糊或者不清的這個情形 的確我們必須還要繼續再檢討 彈驗X光機檢驗確實有改進空間 走私業者兩週內就進口200多公斤的肉品 緊接著中秋節各單位不敢大意 不讓非洲豬瘟防疫在台灣破功 記者綜合報導